你也签的是迷你世界中的商人 他的名字叫做流浪商人 他们都非常的黑心 他们的所有道具都需要我们人类支付星星 他才会给我们 但是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在迷你世界中有一个商人 他的货品不需要星星 你们难道不好奇这个商人 他是谁吗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见过流浪商人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迷你世界中有非常多的商人 当过春节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春节商人 他非常有礼貌 春节快乐大吉大利 可是他的所有东西都需要我们支付星星 那么迷你世界中不需要星星的商人究竟是谁 我和学姐发现 就是新版本更新以后的沙漠绿洲商人 小伙伴们你们看 这个商人他坐在了地上 我们可以和他对话 可以用星星购买他的东西 但是如果不想使用星星 买他的东西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他身边的骆驼 这骆驼上的东西也是他的行李 也就是他卖的道具 我们可以把他直接拿走 并且这个时候沙漠商人就会追上来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 沙漠商人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他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而他并没有继续追我 而是坐在了地上开始了休息 所以在迷你世界中 想要购买商人的东西 我们不一定要支付星星 比如绿洲商人 我们可以直接拿他骆驼上的行李 你们知道了吗